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武漢市民痛批紅十字會 搶劫捐贈物資 高官相繼染上肺炎 湖北官場打球蛋白自保 傳中共政治局知道疫情或亡黨 專家透露中共重點保十一成 日本從武漢撤僑 三人確診感染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封城已近一周 當地名聲緊張 物資短缺 但有網友爆料 海內外愛心人士捐贈的大量物資 遭到中共紅十字會的攔截和搶劫 重要蔬菜產地山東壽光 無償捐贈350噸蔬菜給武漢 卻被中共官方慈善機構紅十字會賣給超市 銷售所得都上繳紅十字會 被網友痛罵 不過30號武漢紅十字會馬上闢謠說 沒有此事 被推友情朋調侃 一開始《環球時報》還表揚了你們 你們要不要去控告胡錫進造謠啊 沒有免費發個市民 不會賣給超市 不過這個生氣 現在中國都感到生氣 冠狀病毒發生 披露兩次現在大面積的爆發 訓發病毒都是它控制的 只有這種狗態事實都才會這樣 民主國家它會及時披露 說好防護 武漢市民表示 目前最缺乏的是醫療防護物資 一些市民自發當志願者 把捐贈物資送到醫護人員手中 此外29號有網友爆料 政府攔截和非法搶劫國內以及海外郵寄的物資 快遞公司自己也這麼幹 在網上引發眾怒 很多網友不信官方闢謠 痛批此行為無恥 還有網友說 上行下效 沒救了 良心呢 上良不正 下良歪 日本到來的貨 這正二八斤N95 你覺得能到你手上嗎 都被我們截貨了 你就說丟了 不敢瞎說 四箱3M 海國調過來的 趕緊下單 三箱這個N95 剛剛截貨的這個日本發過來的貨 最後三箱N95 數量不多 趕緊下單 截貨一箱 這個是從海國發過來的 等一下給咱們的顧客直接打包帶走 又截貨一箱 曾經有網友爆料 私人捐贈給他們醫院的物資 被紅十字會強行帶警察給搶走了 捐贈的人氣死了 還有網友爆料說 還有大批N95口罩 積壓在武漢紅十字會 因為捐贈者物量巨大 無經濟能力支付6%到8%手續費 所以武漢紅十字會不把口罩發給醫院 他舉報後都無下文 清唐人記者熊斌中原採訪報導 武漢肺炎迅速蔓延 江西省上饒市政協副主席黃統征 高度疑似被感染 湖北省更有兩名廳局級官員 因感染肺炎而去世 官場也是人心惶惶 有知情人士投入 武漢醫療機構正在給一些高官 注射球蛋白等提高免疫力的藥物 對比民間求助無門的慘狀 有民眾痛斥中共邪惡 1月29日晚 上游新聞記者從江西上饒市政協一位副秘書長處得知 該市政協副主席黃統征高度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 目前正在醫院治療 而據媒體28日報導 長江財賢董事長 原湖北黃時事市長楊曉波 因感染肺炎去世 終年57歲 有消息人士援引湖北國滋委內部消息稱 楊曉波是在參加省政協會議期間被傳染 會議結束後發病 僅僅兩天後就去世了 而武漢市民宗委員主任 政局級領導王憲良 也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於1月26號過世 知情人士透露 兩名廳局級官員感染肺炎去世 讓武漢的高官們深感不安 目前當地負責高官健保的醫療機構 正在給一些高官注射如球蛋白等提高免疫力的藥物 而與此同時 民間疫情嚴重 很多疑似病患遭到醫院拒收 有大陸民眾表示 他的一位家住武漢同學 在朋友圈發出求救訊息 請大家幫忙轉發 對此 大陸民眾威女士痛斥中共官員太邪惡 不顧百姓死活 醫藥界人士和女士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中共高官被感染 會直接導致原本就稀缺的優質藥物 被權力階層壟斷 大量民間患者的處境將更加惡化 清談的記者長春 陳傑 黃玉寧 採訪報導 中共隱瞞武漢肺炎疫情 令病毒擴張失控 釀成災難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蕭若元透露 中共已知道疫情或挑戰到中共權威 走到亡黨亡國的階段 目前中共重點是保住北上廣 香港等11個城市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外界質疑中共一直隱瞞疫情 官方數據造假 擁有50萬粉絲的香港知名評論員蕭若元表示 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祖偉的研究報告 以及海外專家評估的病情傳播系數 預計中國有過千萬人染疫 過百萬人死亡 如果巔峰20萬人 你向前要推90天 向後推90天 就拉雲一半 即10萬人就大概這樣 全國染病者大概1800萬人 死亡的人數就在百幾二百萬人之間 造成疫情失控的根源 在於中共隱瞞疫情 民眾怒火紛紛燒向中共 蕭若元稱 收到消息指 中共高層也知道疫情或導致亡黨 他透露 中共將不惜代價 不惜犧牲其他城市去保護11個大城市 包括西安 烏魯木齊 瀋陽 哈爾濱 北京 天津 上海 杭州 廣州 山郡和香港 未來兩三天疫情最關鍵 呼籲民眾自救 新唐人記者梁珍 香港報導 武漢市內已出現肺炎第四代病例 專家指出 由於中共當局防疫措施起不晚 措施良機 導致現在疫情面擴大 防疫難度越來越大 世界衛生組織1月23號披露 武漢市內已經發生了第四代病例 即病毒之間的四次人記傳播 如A傳給B B傳給C C傳給D D傳給E 一般來說 出現三代以上的人記傳播 即可視為病毒具備了持續人傳人的能力 代季傳播越多 說明疫情越嚴重 另外 來自英國香港的多個學術團隊 通過公開信息以及中國大陸醫生及科研單位提供的臨床數據 分析認為武漢肺炎的基本傳染數介於2.6至5.47之間 也就是一個感染者平均會傳染2.6至5.47人 而SARS多數是在2到3之間 其中 英美四位傳染病生物學家通過模型分析得出 武漢肺炎的基本傳染數為3.6到4之間 如果延續現狀 預計到2月4號 武漢將有19萬人感染 並會迅速的蔓延 即使進出武漢的旅行減少99% 武漢以外的疫情可能僅僅減少24.9% 雖然武漢人通過強力分層的措施 能夠控制一些傳播的速度 但是畢竟有500萬人已經離開武漢了 這個面已經相當廣了 多個地方小規模的爆發 迫使得整個疫情的控制也犯難 武漢市長1月27號暗示 疫情最初沒有及時披露 是因為沒有獲得中央的授權 新唐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 日本週三29號 從武漢撤回的日本僑民中 發現了3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其中有2名患者 沒有顯現出任何症狀 日本厚生勞動省傳染病控制中心週四表示 週三從武漢撤回的206名日本僑民中 發現有3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其中的2名患者沒有出現任何症狀 這也是日本首次發現 無症狀新型肺炎患者 日本內閣當天召開緊急會議 商討如何應對這種經濟冠狀病毒 目前日本已確診11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 日本政府的第二架武漢撤僑專機也在週四抵達日本 機上共有210名乘客 其中13人感覺得不適 近日 美國首家航空公司決定取消往來美中之間的航班 目前正值紐約公立大學開學 隨記者去紐約肯尼迪機場了解大陸留學生返回的情況 美國聯合航空在週二表示 由於中國爆發武漢肺炎的病例每日增加 飛往中國航班的需求大幅下降 將取消2月1號到8號來往美中之間的24班航班 1月29號 紐約肯尼迪機場仍有來自北京 上海 福州常樂和香港的總共17架直飛航班 記者到機場採訪剛抵達紐約的華人乘客 他們講述了來紐約的經歷 有 高路速度那裡也有體溫 那個機場去經常裡面也有量體溫 大陸每個人都要帶 不帶不讓你進機場 今年過年在福州過年嗎 在福州過年 就是當地情況感覺怎麼樣 很近啊 連公交車都沒有 都停了 您知道福州那邊有人就是有類似這樣的情況嗎 就是感染啊這樣的 感染沒聽錯過 有聽胡青林那邊高山林 有一個人 我們只有福州沒聽 沒聽錯過有人 也有一些醫學專家就說 如果從中國來到這邊以後 最好隔離兩個禮拜 你們會那樣嗎 但是因為我們要上學 所以說可能就沒有辦法隔離 而且我們是在上海 也不是在疫區那邊 所以就應該不會隔離兩個禮拜這樣子 但可能會盡量不跟 就比如說什麼武漢同學 他們應該就不會來上學 有紐約的旅遊業者介紹 在剛過去的中國新年出行高峰期 因為受疫情影響 相關的退票達到數千張 據我所知 我們合作的同行啊 開票公司啊這些 一天幾千張啊 一千張幾千張啊這種票退 目前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已經將針對武漢肺炎的篩查 從5個機場擴大到20個機場 新唐人記者 柯婷婷 韓瑞 紐約報導 當前中國武漢爆發的肺炎疫情 也牽動著海外華人的心 紐約華人近期大批量購買口罩 寄給中國大陸的親友 快遞公司也因此忙翻天 近日華人寄回大陸的物品 數量最大的非口罩莫屬 據法拉盛某快遞公司介紹 這幾天打包客戶脫運的口罩 每天幾十大箱 工作人員天天忙到凌晨才得意休息 有華人為了買口罩 輾轉沃爾瑪 Home Depot等各大商場 竟然口罩都已經脫銷 據店員說 很多是被代購掃光的 而個別還有口罩售賣的藥房 也坐地起價 價格比平時漲了一倍以上 新唐人記者唐城 紐約報導 從武漢返回美國的首批僑名 在本週三早晨 安全抵達 南加州河濱縣的一處空軍基地 當局表示 在接下來的72小時內 將會對所有反美人員 進行各項篩檢 若沒有感染症狀 他們最早將在三天後返鄉與家人團聚 週三早晨8點左右 從中國武漢撤離201名美國公民的大型客機 降落在南加州河濱縣March空軍基地 接下來72小時 全機乘客 將接受隔離觀察和更仔細的篩檢 以防止任何可能的新型冠狀病毒擴散 當局表示 此次反美乘客已經接受四次篩檢 分別有兩次在武漢 兩次位於阿拉斯加 確保沒有發病症狀才登機並飛回美國本土 而目前還沒有人員有任何發病症狀 由於全國唯一能夠對新型冠狀病毒進行驗證的實驗室 位於亞特蘭大 所有回美僑民的協議將被送往檢驗 預估72小時內能獲得檢查結果 當局表示 乘客若在72小時內 沒有任何染病症狀 隨後可自行返家 但接下來的14天內 所有旅客仍然需要接受 由當地衛生部門進行的每天兩次檢查 如果我們不認為它是危險 而且是前兩次前的72小時 我們知道在哪兒要走 他們有很短的飛行 他們將會被認識 在哪兒要在哪兒要走 在哪兒要走 治療公的健康 他們將會被檢查 本次撤僑行動是由美國外交部協調安排 此前 該航班曾宣布將降落在聖貝納迪諾縣的 安大略國際機場 但在週二晚間突然改到非底河濱縣的軍用機場 當局表示此舉主要是為了提供所有反美人員 更舒適的時速環境 新唐人記者王滋毅加州和平縣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又一起武漢肺炎本土病例 女導遊曾接待武漢團 武漢人返傷後 加盟被中共公安用三角鐵封死 美國聯準會利率政策不變 包威爾警告武漢肺炎恐增全球經濟風險 武漢肺炎入侵北歐芬蘭通報出現確診首例 休息後來看 川普簽署美墨加協議 稱其最公平最平衡 歡迎回來 1月29日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 正式簽署美墨加貿易協議 取代原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實現了川普最重要的一項大選承諾 川普早在2016年大選前 就把廢除不平等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作為他最重要的大選承諾之一 歷經三年艱苦的談判 終於以一份全新的貿易協議兌現了他的選戰承諾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預計 美墨加協議可以為美國帶來682億美元的經濟增長 創造約17.6萬個就業機會 白宮提供的數字顯示 這一協議將為美國汽車行業 創造約7萬6千個工作機會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 川普表示 預計美墨加協議將為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帶來1%打2的額外增長 並在美國掀起一場超乎預料的藍領就業大潮 如今 美墨加協議已先後在墨西哥和美國正式成為法律 只等加拿大國會最後批准就可以最終生效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德國商報援引德國外交部機密文件指出 美國已在2019年底將情報交給德國 該情報證明華為已和中共當局的情報部門合作 報導稱 德國掌握的文件指出 中國各家公司的可靠程度不足 無法滿足建設5G網路所需的安全標準 武漢肺炎持續擴散 台灣儘管會要求上市櫃公司在30號開盤前公告影響情況 其中在中國廠區最多的鴻海29號晚間緊急公告 所有返台的台灣員工暫緩回中國廠區 改在台灣辦公 宏達店也停止所有員工致中國拆旅 另外 情業重姓 安侯建業 資成及安永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均發出內部公告 暫時停止所有前往中國及港澳地區的拆旅活動 日經新聞29號報導 日本快時尚品牌Uniculo為應對中國快速傳播的武漢瘟疫疫情 已經暫時關閉其在中國超過10%約100多間的門市 關閉門市多位於湖北省 豐田汽車也暫停在中國大陸生產直到2月9號 歐洲議會投票表決通過英國脫歐協議 至此 脫歐已經完成了主要程序 英國將在1月31號午夜與歐盟分手 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 雙方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今天好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下節新聞來關注 加拿大計劃從武漢撤僑 加航取消中國直航航班 隨著中國武漢疫情的日益嚴重 加拿大外交部長商鵬飛 週三在渥太華表示 已準備好一架包機 計劃接回現階段困在武漢等地的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政府準備了一架包機 計劃將目前困在武漢肺炎疫區的加拿大人撤離 中國湖北省疫情蔓延 目前還無法確認 160名將返回加拿大的人中 是否有人感染這種病毒 即兩天前發布 不要去湖北省旅行的風險警告後 加拿大外交部週三進一步發出新一輪警告 我還想向中國公司提示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旅行公司 去中國公司提示 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加拿大政府警告 避免不必要的到中國旅行之後 隨後加拿大航空公司決定 週四起至二月二十九日 停飛所有北京和上海的航班 在疫情難以再掩蓋之後 雖然中共官方通報的感染 及死亡人數幾天來直線上升 但外界普遍認為 中共的數據仍被嚴重縮水 新唐人記者周立敏 孟學芝 加拿大渥太華報導 稍後來看神韻首都歷臨巴西 票房火爆正要褒獎 1月29日一早 神韻國際藝術團抵達巴西聖保羅國際機場 這是神韻首都歷臨巴西 受到早已等候多時的 30多位當地粉絲的熱烈歡迎 神韻從30日開始的4天無償演出 票房火爆 巴西政府官員向神韻頒發了十幾份褒獎信 美國神韻國際藝術團剛剛結束 在英國倫敦的演出 今天飛躍大西洋來到巴西的聖保羅 這是神韻第一次歷臨巴西 當地票房火爆 所有的場次高價票 早在幾個星期前就已經全部售罄 週日剛結束在英國五座城市28場演出後 神韻國際藝術團飛躍近6000英里大洋 來到南半球最大都市巴西聖保羅 當地時間早上大約6點30分 藝術家們步入機場大廳 早已等候多時的30多位當地神韻粉絲 紛紛興奮的鼓掌 歡迎期盼已久的神韻的到來 藝術家們也表達他們第一次 來到聖保羅的興奮喜悅心情 因為是我第一次 然後也是神韻第一次來 所以感覺蠻新鮮的 然後也很期待 能把這台傳統文化演出 展現給巴西的觀眾 挺興奮的 因為這也是神韻第一次 在巴西的演出 所以我們都很迫不期待地 想要把傳統文化給觀眾看 所以, São Paulo會成為神韻 所以, São Paulo會成為神韻 把神韻藝術團頒發了十幾份 包獎信和賀信 讚上神韻恢復傳統文化的努力 新唐人記者李鑫 巴西聖保羅報導 在節目最後 在節目時間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TORONTO